愿主与你们同在,也与你的心灵同在, 宫独圣若望福音,主愿光荣归于你。 那时候因为耶稣说,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, 犹太人在暗中议论说,这不是若瑟的儿子耶稣吗? 他的父母我们不是都认识吗? 怎么他竟然说,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? 耶稣对他们说,你们不要彼此议论纷纷, 要不是派遣我的父所吸引的人,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 到我这里的,我在末日要使他复活。 先知书上记载,众人都要接受天主的教训, 凡是听从父的教训又去学习的人,都要到我这里来。 这并不是说,有人看见过父, 只有从天主来的那一位才看见过父。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,信从我的人必得永生, 我就是生命的食粮。 你们的祖先在旷野中吃过玛纳,仍然死了。 然而,这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,谁吃了就不死。 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活着的食粮, 谁若吃了这食粮,必要活到永远。 我所要赐给的食粮,就是我的肉, 是为了使世人得到生命而赐给的。 以上是基督的福音,基督我们赞美你,请坐下。 各位主天的弟兄姐妹,大家主日快乐。 在讲到开始,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发生在沙漠当中的故事。 有一群人,他们去拜访隐修士,在沙漠当中做末观的隐修士。 他就问这个修士说,做末观的意义是什么? 做末观的意义是什么? 然后这个修士呢,因为他正在井里边打水, 所以他就问当时的人说,你们往井里看,你们看到了什么? 这个人们往井里边一看,就说,我们什么都没看见。 然后过来一会儿,隐修士又问他们说, 那你们现在往井里边再去看。 他们往井里边看的时候,就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 他们说,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。 那这个影修士就说,刚开始我问你们的时候, 因为我正在打水,那个水还在搅动, 所以你们什么都看不到。 但是等过了一会儿呢,这就是水变得平静了, 然后你们就看到了你们自己。 这就是末观的体验,你可以看到自己。 然后这个影修士说,再等一会儿。 等过了一会儿之后,影修士说,你们再往里边看。 他们再往里边看的时候,他们就看到了井里边的那个石头。 然后这时候,影修士就说,这就是末观的意义。 我们如果你等待足够长的时间,你就会看到这个事物的根本, 它的基础在哪里。 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读经一当中,我们看到读到厄利亚, 他为了逃亡,逃到这个沙漠当中, 在一个树底下,然后就睡着了,因为他想求死。 但是天主没有允许,于是呢,天主就派遣天使, 两次叫醒他,让他起来吃食物。 吃完了之后,让他好有力气去继续他的行程。 我们看到今天他,如果你读前面这一章的话, 你会知道他和那个巴尔的那个司机比试审理。 然后,这个厄利亚,他就叫群众把那450个巴尔的司机就给杀了。 那杀死以后,他就害怕了,所以他就要跑。 因为为了躲避这个追杀,到旷野当中, 但到旷野当中这样一个地方的时候, 所有的思绪啊,不安啊,干扰他的东西就离开他了。 这时候他的大脑,他的内在是平静的, 所有的这一切都没了。 没有了之后,厄利亚他就看到了自己。 他就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他的祖先们那样好。 所以他就看到自己内在,他根本没有自己的祖先那么好。 所以当我们尝试去审视自己的时候, 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发现自己内在, 贪婪啊,嫉妒啊,或者仇恨啊,愤怒啊, 等等这些不好的阴暗的那一面。 在平时的生活当中,如果你忙碌起来, 没有时间去面对自己内在的话, 你不会发现这些负面的情绪。 但是一旦你安静下来,你就开始要真正地去面对自己。 这就是末观,为什么要末观? 因为人在末观当中,他会更清楚地去认识自己。 这是接近天主的第一步,这种方法有时候会让我们感到恐惧, 感到失望,甚至像厄利亚一样, 想要去寻求死亡。 厄利亚当然他也是达到了这个极限, 也许他为自己的这个所作所为就感到后悔,感到耻辱, 所以他选择这个死亡。 然而天主并没有抛弃他, 而是让他吃完食物之后继续开始他的旅途, 走了四十天四十夜, 到达了和乐布山, 就在天主的山上, 他跟天主再次相遇。 那在这个和乐布山上, 当时的人们就是认为天主可能在这种比较暴力的这种自然现象当中, 在风暴当中, 在地震当中, 天主可能在这个当中, 但是呢, 天主并没有在, 当这个微风吹过来的时候, 厄利亚突然发现天主, 厄利亚于是就捂起了自己的脸, 因为以色列人古代, 他们认为如果看见天主的面画就会死, 就像美色一样, 当他看见天主的时候, 他也是低着头, 吴起脸, 因为见到天主的人就会死, 所以厄利亚他也, 他就知道天主没有在这个风暴当中, 没有在地震当中, 而是在这个微风当中, 那这个也是我们, 给我们的一个提醒, 是如果我们的生活能安静下来的话, 你不但会发现你自己, 而且你还会发现那个事物的来源, 它的本质, 我们人内在的根源在哪里, 就是天主, 所以现在为什么有好多人选择出去朝圣, 特别是这个徒步朝圣, 或者去大自然, 接近大自然去旅游, 像或者去野营, 那等等这一切, 借着这种方式, 就是为了让自己更安静下来, 那更有好多的人去参加必进, 参加40天的必进, 或者去做这个末观生活, 为了就是更好地去认识自己, 认识天主, 所以我们也希望, 大家能够在平时的生活当中, 能够给自己一点时间, 或者更确切说, 给天主一点时间, 让我们在生活当中, 能够跟天主相遇, 你至少给天主这个机会, 我们才有可能和天主相遇, 如果你一直忙忙, 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喜欢赚钱, 到哪里都是开工厂, 或者辛勤的工作, 开店铺, 没完没了, 天天就是工作, 就是为了赚钱, 当然赚钱没有错误, 可是你无休止地, 不让自己的大脑和身体得到休息, 就一直为了赚钱的话, 就失去生命的这个意义了, 我们作为基督徒, 另外一个意义, 就是我们要寻求天主, 要认识自己,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, 腾出一点时间, 来面对内在的自己, 以便我们更好地和天主相遇, 愿天主降福大家, 阿们。